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9年参加比赛就被定义为国际犯 然而 后来发觉姜应荣的脸变了 当年姜应荣主演的电视剧《一不小心爱上你》热播的时候 姜应荣就被指出与快女时期容貌 有很大差别 被质疑整容 当时她回应道 向我一看就不是美女 如果身整了 这医院太失败了 近日又爆出姜应荣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一出来 网友直扑恶心 真是像人又像鬼 现在的她 大眼睛 高鼻梁 厚厚的嘴唇 尖尖的下巴 姜应荣的脸 这还是那个 可爱的快女姜应荣吗 估计连她亲妈都认不出来了 以前的姜应荣长相虽然不算漂亮 也算有辨识度 有自己的特点 看现在这个样子实在刷新网友三观 本来挺好的一个人 非要把自己整成妖怪 真想对姜应荣说 很怀念你当初纯真的模样 现在把自己整成这个样子感觉 真的很好吗 姐妹互换身份 姐姐与妹夫 妹妹与爵妇结婚生娃 前不久 袁某县老城乡的一名姓杨的女子 带着照片和户口本到县公安局不办身份证 但细心的民警通过身份信息查询和人下系统比对 发现要办理身份证的杨某 和其姐姐的照片一模一样 杨某说 在2008年 因为和男朋友恋爱 年龄达不到法定结婚年龄 其姐的年龄达到了 就跟她姐互换了一下身份信息 当年 18 岁的杨某带着自己的照片和户口本到派出所 以身份证一时没由 冒用姐姐的身份信息补办了身份证 并用这张身份证办理了结婚证 三年后 姐姐杨某先也要结婚 但按照户口信息 其已经结婚生子 无奈只好又用同样的方法 冒用妹妹杨某燕的身份信息 与其丈夫领取结婚证 两人互换身份信息领取结婚证后 为了避免事情暴露 他们就要求亲戚朋友为他家保守秘密 一家人的户口信息混乱不堪 甚至村里为他家的 一些补贴落实也头疼不已 一家人的出行生活 也带来了很多不便 杨某说 互换信息以后 感觉身份已经坏掉了 姐姐跟她老公是一家 她又跟姐夫是一家 感觉生活适乱的 自己去办什么事 感觉相当麻烦和混乱 为了恢复各自的身份信息 今年五月份 两姐妹再次想到换脸的办法 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恢复各自身份信息 但最终被信心的民警发现 老成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奋政法的相关规定 依法给予杨某燕 杨某姜姐妹俩一人二百元的罚款 出罚执行后 老成派出所又按照规定 重新更证了其两姊妹的身份信息 为其办理了合法的身份证 两姊妹又到民政局离婚后重新结婚 恢复了各自的户籍 并签证了双方的户籍信息 姜宁蓉真容变成这个样子 网友直呼太可怕 还记得姜宁蓉吗 2009年快女冠军 出道以来姜宁蓉在演戏 唱歌方面都有发展 凭借精湛的舞技和一流唱功 夺得不少奖项 成为内地新生代优秀偶像 凭心而论 姜宁蓉的长相不是很惊艳的那种 但看着还舒服 五官立体 高鼻梁 大嘴巴 姜宁蓉片生长着一张欧美饭的脸 有着宽广的音乐和活力四射的舞蹈 2009年参加比赛就被定义为国际饭 然而后来发觉姜宁蓉的脸变了 当年姜宁蓉主演的电视剧一部小新 爱上你热播的时候 姜宁蓉就被指出与快女时期容貌 有很大差别 被质疑整容 当时她回应道 向我一看就不是美女 如果身整了 这医院太失败了 近日又爆出姜宁蓉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一出来 网友直扑恶心 真是像人又像鬼 现在的她 大眼睛 高鼻梁 厚厚的嘴唇 尖尖的下巴 僵硬的脸 这还是那个 可爱的快女姜宁蓉吗 估计连她亲妈都认不出来了 以前的姜宁蓉长相虽然不算漂亮 也算有辨识度 有自己的特点 看现在这个样子实在刷新网友三观 本来挺好的一个人 非要把自己整成妖怪 真想对姜宁蓉说 很怀念你当初纯真的模样 现在把自己整成这个样子感觉 真的很好吗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